我们今天再喝一个比较神奇的东西啊 叫冰岛式酸奶 不明白啥叫冰岛式酸奶啊 然后为什么买它呢 因为它打特价15块钱一箱12只 所以 然后它这个是没开封的啊 我们需要开 然后它的热量也挺高的 每100克370千角啊 属于一个比较热量比较高的奶制品了 这个澳洲一般是普通奶制品 是300不到啊 但是如果是加了果酱呢 就会超过500啊 都有可能 这个是370元中规中矩 我们开这个盒子看看 呦操 里面还有 一张票 啊 过气了 到10月份就截止了 然后里面就是这个酸奶了 它说一共是12只 哦 它里面是这样摆的 是上面12只 下面12 上面6只 下面6只 啊 有三种不同的图案 还是有6种 都能再看一下啊 多了一个很好的垃圾箱啊 然后它一共是有三种图案啊 鹿鹿鹿鹿牌的啊 这个鹿鹿鹿的啊 这个熊熊熊的和这个腾讯腾讯腾讯的啊 那么我们就是应该口味不不同图案口味应该是一样的吧 应该是口味一样啊 就是 哦对不起 这个不是腾讯啊 它这个地方写了 它叫海鹰啊 不是腾讯啊 那么我们打开一只啊 试一下味道啊 有点多啊 这不是广告啊 没有人给给过赞助啊 你们看到了 我买的是打折的啊 然后试一下味道吧 冰倒是酸奶啊 巴士杀菌 热处理风味酸奶 风味酸奶意味着它就跟老北京不太一样 是不是 风味酸奶应该 哇 这个管很紧啊 意味着它可能不是那种很浓稠的 哎 好了 卧槽 刚说完就打脸了啊 我这感觉都 我感觉在摇一个固体啊 完全没有液体感觉 它不流动的 完全不流动啊 试一下这个 难道冰倒风味 意思是它冻上了 试一下 啊 好稠啊 你看在管上都不下去 可能我这边没有光啊 你们看的不是特别清晰 我在背面找个背光源 你们可以看到 它在管上 都不下去了 下的非常慢 对不对 就卡在扣那个 扣那个位置 它都不落下去 我靠 这个真的是好稠的酸奶啊 味道上甜甜的 应该是放了很多糖 这个甜度肯定是放了很多糖 吸出来还是比较费事的 很费力才能吸得动 我们评测 我们既然要试吃啊 就要到位是吧 我们把它这个包装打开 看看里面到底是啥样子的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需要一个工具吧 这种应该是手撕不开的吧 找个刀 万能 那个常用的那个刀去那 关键时刻刀不见了 我们就用个大夹件把它剪开吧 这个东西知道了 破一个口啊 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了 可以看到啊 里边就是这种 里边就是老北京的那种 很浓稠的酸奶啊 应该是这个浓的 我躺下都把它瓶放下来 都不会特别大的 流的特别猛了 是很浓稠的酸奶 感觉也没什么特别的啊 就是奶味不太喝得出来什么冰 冰岛式风味 它底下有没有猪解 什么冰岛式风味 没有啊 那就是这样一个酸奶的试喝啊 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未知小白 有互动 拜拜 主要我觉得它15块钱12只啊 价格很划算